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以前冰店大家都叫它冰果市 那南鄉冰市本身也常常是美人 带一个年轻男女来这边的约会相亲的一个场所 那刚好我爸爸妈妈就是在这间冰果市 很相识 热恋 结婚 刚好就是一个爱情故事的代表 早期的人呢 南冰市呢 喝尾乳 然后吃冰 然后配个鰻鱼罐 在当时的人就很像是我们现在去酒吧喝酒聊天的感觉 那在当时的人来说 它是一个很时髦很时尚的一个社交的活动 南鄉冰市在1950年那一年创立 那个时候是我外公吴尊科先生 然后跟他 我的背公 就是一起设立像有点像摊放的方式 慢慢转变成实体店面的销售模式 阿公那一代身有手摇刷冰 还有香蕉清冰 那阿嬷也有制作酸梅冰 那个年代因为电力还没那么普及 资源比较匮乏 所以来冰店吃冰呢 就是一个娱乐性的享受 那当时阿公也有在店里放一台电视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会跑来冰店看电视 然后边吃冰 南鄉冰市的后面有一个火车站 它叫大树角火车站 它是齐尾县的其中一站 在阿公呢 他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会有做一些鞋子冰 那他会把鞋子冰擦在那个他的木箱里面 走去我们南鄉冰市后面的大树火车站卖 那有时候也会跑上车厢 那时候的火车呢 是开非常慢的 可能就是看到有铁路警察来 那我赶快跳下去 从南鄉冰市早期的menu啊 可以看到时代的不一样 那那个时候有手摇刷冰 那也有酸梅冰 那也有水果切盘 那越煎冰它是在冰上面加生的蛋黄 那当时的人吃 又可以补充营养 在南鄉冰市的后方有一个昌乐大戏院 当时的人都有一个回忆 去戏院看个戏 然后再走来南鄉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吃个冰 那我还有曾经听客人讲过啊 他为了追女生 然后来南鄉冰市吃冰 结果吃个杂变 连手也没吃到 从妈妈接冰店之后啊 他就是选择水果上面能尽量有机就有机 能无毒就无毒 那就是这样才可以制作天然又健康的冰品 他就开始加入一些新鲜的水果 例如说像是爱文芒果做爱文芒果 雪落 那或者是使用苗栗大虎的草莓 制作大虎草莓冰淇淋 那像我回南鄉冰市街之后呢 就开始跟妈妈讨论说 要用什么样的新鲜水果制作冰品 那可以代表我们大树区的一个特色 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发了凤梨荔枝冰 使用大树的金钻凤梨 跟大树的玉盒包制作雪落 这一个冰品当时在台湾是全台首创 回来冰店工作之后 有些客人或是朋友会问我说 你在哪里上班 你在哪里工作 但是我都会有一点疑惑 比如说我就在这里 我就在冰店工作啊 在台北做的是音乐杂志编辑的工作 然后就是因为常看东西 所以眼睛会不舒服 那时候去看医生 医生是说 你有一点轻微的眼睛有状况 跟一点点白内障 医生那时候跟我说 你现在就是闭上眼睛休息 跟当时的编辑主管说 高价三个月说要好好休息 那回到家休息的那一段日子 那就也刚好在家里帮忙 就觉得说哇天啊 爸爸妈妈也太辛苦也太忙了吧 我问了我妈说 你们平常 以前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在家里都这么忙吗 那也因为那一年夏天真的很忙 有投入在家里帮忙 那之后就留下来 就再也没有回去了 有些长辈会觉得说 我念到研究所 为什么不去外面工作 可是我就想说 诶我在这里也是在工作啊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工作 或者是现在这个生活 是我喜欢的方式 以前是帮别人工作 现在是为自己工作 那这个部分呢 除了有乐趣之外也是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下落了行农以后呢 那我有一天跟一个女生聊起天 然后她说 哦你就是南乡宾室哦 哦我爸妈就是在你们那边 相亲结婚 然后生下我的耶 那我想身为一个传统冰店 除了本身有传统冰品之外 也要开创出一些自己特别的东西 去颠覆一下客人的味蕾 或者是挑战一下自己